每一天早上醒山 其他的都没上山 就是我一个人这个地方最早 从开仙03年 老板进来搞开花的时候 我跟他们带路 那个时候不知道叫什么理由开花 他说我们把黄山那个地方都开花好了 周边那些老百姓都孵起来了 他说你们这个地方山好水好 小时候就想着这个山 上面是不是盘着那条大马车 守着什么爵士的好药 以前家里很巧 买不起我 就是睡在铺上 看得到天上的星星和月亮 过那种的苦难日子 在我尽管今天在内 听到那一种音乐 好像轻松多了 我现在感觉的很好 没有想过一个男人能够做导游 自己也能够挣一点钱 我一个月微少 都有三四个团队的回头课 你喊姚姚音量大一点 与人同罗 与人同罗 因为我现在对客人就是与人同罗嘛 来 我老是什么的啊 你去妈妈妈的啊 2012年我记得那时候上大学的话 学费交不起 因为都是给那个大学老师 沿了一点时间 恰好咱们的恩师大峡谷景区呢 破建 破建的时候 争了多少户老百姓的田地 就建了有多少个商铺 我父亲开了一个小商铺 我上来帮一下忙 就感觉这个和外边周路差不多吧 我就一直在这里经营了七八年了 我们这个老百姓思想都不同的 你动他的一根柴都不敢动的 现在不存在了 你像这个才花干的一天可以拆个一千块钱 就在家里面挣钱 把老人小孩都照顾了 现在我们这个周边出门打工的很少了 这个是我老家 这边这个是我老房子 这个有三十四十年的 以前我们都在外面打工 小时候没得到就在家里养猪啊养牛 我现在没事的时候拍一下抖音啊 就爱好 就是喜欢 去年有一位客人 我拿他上来 他就说 我关注你的 我看你们的抖音舞就过来玩了 那是这样子 小的时候也就住在这儿了 家门口就是什么 你没有出路嘛 必须要走出去嘛 你得要改变自己嘛 在北京就是做餐厅 以前在北京差不多有三年失眠 你就不知道他在教你什么 以前之后回来了 现在随时随时就能照顾 孩子也能看着 老人也能照顾到 整个压力就是说 今日的压力没那么大 之前刚开始兴起旅游的时候呢 可能就是我们本乡本土用自己家的房子 农家那种形式 可能就是配套的设施可能会达不到 我现在想做的就是希望个人到这儿来看个书啊 有一杯咖啡能坐一下午的地方 就是希望它是跟串亲戚的一样就像 哎呦我现在就是觉得特别想起来看那个早晨那个感觉 它整个云是动的 是动态的 随时在变化 没有开发景区的时候 看自己的山一样的 没有什么好看的 现在我觉得不一样的是什么 感觉到那个山也看也那么神奇 小时候可能说走不出去的大山 但是我现在觉得呢 这个大山能把外面的客人吸进来 现在我有机会可以出去 但是我仍然有机会可以回南